觀光是最早受到衝擊的 所以今年的燈會 人家就沒有來 7月台灣美食展 人家也沒有來 那你現在說 兩岸的離展他沒有來 很奇怪嗎 不會 從嫌疾之前我們就知道 將來會有這些後果 只是一樣一樣在浮現 那現在浮現到怎麼樣 浮現在影響到人民的生活 影響到大家的收入 所以交通部自己統計 所以我們今年的大陸觀光客 來了126萬 那少了 比過去少100萬 少了四成 現在上半年 收入少多少 台灣少426.5億 蔡英文說我們應該從東協去找人 我們把簽證給他方便 然後很多國家 我們就盡量讓他進來 結果我們過去東協是來多少人 這些國家 65萬又9千人 那現在呢 現在是96萬又1千人 總共增加30萬人 多了多少錢 多了77億 你看 426.5億不要 要77億 那這是怎麼樣的政府 你如果再看今天的媒體 連陳友豪都去東協了 都去菲律賓了 你今天看到蔡英文就是嘴巴在講 然後對人民有幫助的 對年輕人將來有發展的 他做哪一項 沒有 就是一些漂亮的口號 所以如果以為 你每天講那些意識形態的話 你就可以鞏固你的掙錢的話 那你也太小看台灣了 我想基本上有很多時候 政治的仇佣 確實也是政治上基本的現象 但是被仇佣的人必須要有專業 而且認真的投入 剛才這個董哥 他講的那些數字 假如你拿同樣的問卷去考葉菊蘭 我保證你他交白卷 葉菊蘭到現在為止 所有對外的發言都是政治的語言 而且都衝著大陸而來 他有沒有提到 歐美的觀光如何去爭取 歐洲的如何來爭取 如何的策略 我們究竟是美容帶觀光 以及遊艇帶觀光 以及登山帶觀光 觀光有很多策略 沒有講出任何一個專業的話 你可以是一個仇佣 我們確實政治上有看到仇佣 但是卻幹得有聲有色 但葉菊蘭基本上來講 他只負責提供兩個事情 一個叫政治的搖頭環 一個叫做催眠的迷幻藥 所以大家聽了樂陶陶 好像聽了很有道理 但是觀光卻是舉足 這個舉步不前 而且日漸蕭條